第264节 新路 你疯了吗?顾锦之问他 你是把脑子留在皇宫里,忘了带回来吗? 朱仲军瞪的,他早就一想没这么顺利的,果然不差 我是非常认真的 朱仲军的 你考虑考虑 顾锦之果然沉默片刻,考虑起来 我认真的考虑了一下,我不同意 顾锦之道,如果非要这样表诚心 那么我实话告诉你,我没什么诚心 能嫁给你,自然是知己知彼,是最好的选择 朱仲军听到这话,心里一暖,唇脚微翘 可是,你不是唯一的选择 顾锦之继续道 推耳求其次,我还是能把自己嫁出去的 我没想吊死在你这棵外博树上 朱仲军心里的那点暖,顿时就散去了 他冷冷地看着顾锦之 你真了不起啊 他道 能说出这么一番话,你很有出息啊 过脚 顾锦之道 两人就针锋相对了起来 你连最好的选择也不胜 朱仲军冷冷地道 你要求多,付出少,只知道一味的索取 没有你,我甚至可以更好 顾锦之听了,微微愣了了 他从心里没有丝毫的愤怒 反而是觉得朱仲军聚聚在里 他的确付出得上 他这个人对感情没什么安全感 万一自己爱了 最后像前世的那个男友一样 落得各奔东西的下场 顾锦之接受不了 他喜欢一个人就像天长地久的战友 一旦分开 就是从他的心头挖肉 而朱仲军对他 他没法子想象 得不到回应的付出 不能肯定自己一定会拥有这个男人的心 顾锦之宁愿不要 当年,要不是前男友那么努力地追他 他也不会付出 说白了 他这个人对感情非常自私 非常懦弱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顾锦之道 特别是在这个年代 三妻四妾合理 你又是高贵的王爷 你可以活得相爷快活 娶了我 你的确比娶任何一个女人都要辛苦 这一点我承认 朱仲军的拳头就攥得紧紧的 眼眸都红了 连日来的怒夜 被顾锦之几句话 点人到了熊熊的态势 的确如此 娶谁都比娶你强 朱仲军咬牙道 我有第二个选择 绝对不会要你 他说完就快步地走了出去 再不出来 他都有想揍顾锦之一顿的冲动 他一路出了顾宅 带着护卫上街去了 城里太闹 朱仲军烦透了 索性出城去玩 三院的京城附近 春寒撂呛 鹅黄大柳迎风勤犬 冷风吹在脸上 冻得有点僵 朱仲军 朱仲军才慢慢平静下来 他一个人坐在麦田梗上发呆 一望无垠的东小麦田 安静沐浴在早春的阳光里 触摸既是绿色 像结了学校里的草坪 朱仲军不由想起前世年轻时候的事 一次同学聚会 他打听到了顾锦之留学的学校 虽然他高中给顾锦之写过信 顾锦之没理他 让他很生气 也发誓以后和顾锦之没关系 可内心里 他仍是想见他一面 特别是知道了他学校的地址 这个念头就压抑不住了 终于他翘课 不远千里飞到了他的学校 他遇着顾锦之 就是在那么一大片的草坪上 那天的阳光很好 草坪上不少的三两学子 或弹琴说案 或看书写字 也有就是那么安静躺着的 顾锦之当时在读书 他穿着件红色格子衬衫 深蓝色牛仔裤 一头长发披散着 坐在那里看书 一个男孩子 枕着他的大腿打盹 他看得很认真 那个男孩子 则时不时睁开眼看的 那是他当时的男友 秦瞻 朱仲军没有走 他坐了下来 就坐在他正对面的不远处 也在看着的 他却始终没有抬眼看朱仲军一眼 阳光将他的脸上 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他修长的睫毛清晰 偶然扇斗 浓密的青丝 遮住了雪白的脸庞 他看书非常认真 连男友时不时的骚扰 都被无视 朱仲军坐了整整一个小时 直到他男友留意到了他 他才起身离开 那时候他想 他对那个女孩的感觉 从来没有变过 他仍是那么单纯 努力 干净 身上有阳光的味道 很令人向往 顾景智的那个前男友 对顾景智非常的在乎 只要有人靠近他 他就会产生警惕 朱仲军觉得 那也是个麻烦的对手 他在顾景智的学校 逗留了三天 前瞻的课也很多 他并不能时刻陪在顾景智身旁 所以一天里 顾景智大部分时间落单 他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看书 然后去上课 很乖 跟念初中的时候一样 不和陌生人搭枪 有人跟他说话 他也显得羞涩 不擅长言辞 朱仲军跟了他三天 好几次走在路上 他就在他身边 捡挨着他 顾景智也会好奇地看得一眼 却愣是没认出的 他大概早已忘了朱仲军 这样朱仲军非常有挫败感 那次回去之后 他下定了决心 不再纠结那种无味的感情 所以后来的几年 他没有再打听顾景智的消息 可是鬼使神差的 他有一次遇到了初中 跟顾景智不错的女同学 那个女同学跟朱仲军说 顾景智回国了 他订婚了 朱仲军就想 他订婚了 那跟他还能有什么关系吗 想完了这个 他又忍不住想 现在 他变成了什么样子 有没有改变 变得世故圆滑 不再是那个单纯又实在的女孩子 是不是变得很漂亮 也学会了打扮 不再是清汤挂灭 他那头漂亮柔顺的头发 是不是弄得卷了起来 如果他变成了这样 朱仲军就可以彻底放下了 他挣扎了两天 又去打听了顾景智实习的医院 他又去看他了 顾景智仍是顾景智 除了瘦了些 脸小了 眼睛就显得很大 很有精神 毛子里迎动着璀璨的光芒 他似乎很开心 笑容灿烂 就显得光彩照人 他和顾景智迎面走过 顾景智犹豫了一下 他似乎认出了他来 脚步微停 他回头打亮了朱仲军一眼 看到朱仲军也停住脚步 在看他 他似乎被烫了一下 尴尬地快速收回了目光 可能根本没有看清朱仲军的样子 就继续往前走 那一瞬间 朱仲军喜悠参半 认真算起来 他仍是没有认出朱仲军 对于他而言 朱仲军不过是初中同学 一个遥远又模糊的影子 他那一日之所以回头 简简直女孩子看到了帅哥 想偷瞄眼的正常反应吧 那时候 朱仲军是喜欢顾景智的 可他也不至于为了他 跑去拆散人家的婚姻 他想 顾景智就是顾景智 单纯的女孩子 朱仲军现在只是没有找到 这种类型呢 将来总有一天 他可以被取代 造化总是弄人的 当朱仲军决定放下了 顾景智为婚夫家里就出事了 老天爷毁了一些人的生活 就是为了成全另外一些人的幸福 天欲不举 反受其咎 老天爷把顾景智留给了朱仲军 朱仲军就没有打算再放弃了 在钱家苦苦挣扎 试图翻身的时候 朱仲军在落井下石 应该说是朱仲军说服了他的大堂哥帮忙 一起落井下石 孩子们的玩闹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却有点影响 当然最后前世被枪毙 跟朱仲军那点小小的落井下石 没关系 前世是得罪了另外的正要 顾景智和钱瞻分手后 朱仲军去看过他几次 偷偷地 远远地 看了他几次 他瘦得非常厉害 整个人似乎垮了 从前勤奋又善良的女孩子 像是被抽走了灵魂 朱仲军便知道 不能操之过急 他用两年的时间 等待顾景智 恢复平静和正常 他时刻关注他身边 有没有其他男人出现 他跟当初的钱瞻一样 非常警惕地保护着他 让他缓慢成为他的所有 后来他的相亲 也在朱仲军的计划之中 顾家需要朱家的政治势力 朱家也需要培养一些新鲜的血液 而顾家非常有潜力 朱仲军不是家里的长子 他的婚姻没那么重要 结婚之后 他从来没跟顾景智说过 他对他的感情 好几次仕途说的 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或者根本就是 他自己占有欲作祟 跟爱不爱的没关系 那时候整日忙着和父亲等 和二搏动 要爬上去 要生存 就把朱家的人全部踩在脚下 让他们好好听话 得到了顾景智 他在朱仲军的心里 就被信使和生活 挤到了角落里 而后那么多年 直到现在 朱仲军经常反问自己 假如换一个女人 他愿不愿意和他结婚生子 愿不愿意把心里 钉点的角落留给他 他想 他做不到 他的心 都被现实折磨得生锈了 顾景智 只是顾景智 不管他占了多大的位置 他都无可取代 王爷 天快晚了 咱们再不回去 就要赶上宵禁了 朱仲军想事情出神的时候 身边的护卫走过来 小声地提醒他 朱仲军也一下子回到了信使 他茫然地看着漫无尽头的麦田 想着即将要离开京城 何顾景智 当初那种感觉 顿时又回来了 他和顾景智是重生的 理智是可以控制的 感情却不能 他也在经历着年轻时的感情 回去吧 朱仲军的 他翻身上马 闷悠悠地回了城 回来之后 他没有去找顾景智 而是去了外园歇想 顾景智也没有找他 他仍在为他祖父子去世而伤心 心无旁骛